这首歌在短短时间里面 在抖音平台收获1700多万的播放量 那在晚一云平台里面 却是清泥色的谩骂声 原因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是一坨大变 What's up Bozai, Sweet Koti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最近在抖音平台非常火的一个作品 Snew Cat 截止目前 这首歌仍然霸占着抖音音乐版的第一名 那么众所周知 抖音越火的歌曲越是致癌 比如前段时间的这首黑桃A 可能有笨猪会问 为什么你不做远损呢 Fuck that bro 即使我不去主动听这首歌 这首歌也会主动找上我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在无脑的跟风听 我是不想听也不行 那么这首歌最火且最让人记住的 无非是这段被各种致癌视频用烂的hook 整段hook的旋律非常的抓耳 编曲翻面采用了Dr.J的经典作品 Steel Jay 是Dr.JOK 我不知道说是抄袭Cellew Doggy Dog的人 他们的脑子是不是感染了艾米克戎 我不知道但是这首歌的片曲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不存在所谓的抄袭 这是说上音乐常见的采样方式 至于歌词嘛 呵呵呵 sorry Bo 这一点是真的大变 我忍着痛苦 看着歌词听了差不多有十次 依旧无法理解出为什么你找不到工作 所以就被束缚在没有主流歌手的窝口里面 非常史诗级的语文水平 而至于hook的后半段 没钱别想太多所以多写点歌 兄弟很自私所以他们别想干边 麦克风是你兄弟 婆娘会让你坠落 这几句的逻辑性勉强能够说得过去 但过多的低水平英语穿插 也许你会觉得很酷 但听的人真是一头雾水 然后到了verse的部分 他这个词也是非常的大变 像极了刚玩说唱的你 屁股一热用屁股想出来的词一样 比如这一句 非常完美的史诗级自我介绍 Dirty Money Gang Gang Jew 软件雪 Yeah Cable already sound stupid 他们不敢见 Dirty Money Gang Gang Jew 涌进我的血液 Oh my god 不是说这一段有问题 只是你用的英语全是说上常见的章词 外加有点盛虚的腔调 我真的感受不到你有多gang 有多Jew 自杀了 那么verse1除了前面我说了两点有点弱智之外 后面都是一些自我吹嘘比较空洞的东西 而第二段verse里面我非常喜欢他的韵脚 B脸压体检 嗯 十分精彩 十分史诗级的压韵技术 B和脸都是身体的一部分 都需要定期的体检 呃非常的有健康意识 然后后面一大段英语大概是说 我不想待在地下车库了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 但有一点要说 这一段的腔调以及Full的听感都是非常舒服的 真心的 那么这首Sneal Cat真的有听众说的那么不堪吗 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整首歌无论是从片曲方面还是歌手的发挥方面 我觉得他都能算是一首正常的说唱作品 当然如果与其他知名的说唱歌手相比 那肯定是牛粪比鲜花 至于火出圈的Hook 你无法否认他真的非常的抓耳 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在短视频平台里面爆火的原因 也是因为如此 Hook搭载的那些致癌的少林寺穿搭视频 成为了大家的刻板印象 因此就把这首歌定义为很差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 相信这首歌的差评会少一半 所以说致癌视频真的害人 那么经历了每天三千条骂骂评论 原曲作者也回应到这首歌是他五分钟写出来的 刚好是拉大便的时间 同时他也承认这首歌是经不起推敲 我觉得既然本人已经做出了说明 以事论事就好没有必要上升到人身攻击 因为我看到太多评论都在骂爹喊良 实在是非常难看 歌不好可以从歌中指出问题 但辱骂他人确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以上就是我对这首歌的全部看法 如果你有你的看法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可以考虑给我一个赞 如果喜欢我那就关注我 这里是VQT我们下期再见拜拜